明天就是大選投票日了 而這次投票也將首次開放民眾可以在開票所設錄影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是開票所不是投票所 所以投票的時候手機和其他的攝影器材和過去一樣 是不能夠帶進投票所的 違反的話將會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磕3萬元以下的罰金 另外為了輸運返鄉投票 高鐵會在新增的三站 也就是苗栗 彰化還有雲林站 會停靠時間從原本的1分鐘拉長到1分30秒